上場 接下來的比賽是《清亮級的賽事》 是LightWave 5 首先歡迎藍芳 首先介紹一下 洛杉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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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杉磯沒有軍她了 我希望你能处理好 我希望你能处理好 因為我的不同的背景 如果有比賽的朋友 我希望你能夾到 我希望你能夾到 待會再講 是第五歌 再加速攻略 其實已經有王楊正美 其實在帶來送給的活動 今天進入到第五場的開始 現在看到今場的是麥茲 如本的選手 鞋本國平 要來自他的是輕重量級的比賽 這是麥茲 擁有相當身後小力還有柔術的比賽 所以在今天我們願意拿到他 想夠展現出一些優勇的力量的動作 一位主持人 二位主持人 是的 那這位選手他以前也是 像國中 國小 國小國中開始練角力 是 背景 他自己有點像在日本拿到那種 全運會的角力的比賽 是 所以他本身的身體的素質就非常的好 從小練到大這一招 那其實他在這個 接下來歡迎洪峰 其實基本上都有相當高的操績 歡迎歡迎洪峰的 The Blade 金剛刀 張晶雄 是 張晶雄 這是代表我們世界冠軍賽 我是張晶雄 這是代表我們世界冠軍賽 那一開始因為覺得自己什麼都很厲害 所以就想要試試看自己很道理的成果 所以嘗試過很多的不同項目的比賽 我最擅長的技術就是三大 就是戰力技 全可以組合攻擊 加油 我們一起打一場精采的比賽 這次是我們第一次挑戰 第一次挑戰 這次是我們第一次挑戰 第一次挑戰 第一次挑戰 這位是我們來的 一種挑戰 一種挑戰 這位是非常好的 中國商量很有多難 才能講 name 差不多極其震短 森林董 莫德彥保 Coron 當然正在台灣格鬥界 也算是想要殖民的一位選手 全议會的散打冠軍 當然他在格鬥界也算是領先的一個人物 從2004年的時候 也就是14年前就展開他職業格鬥的生涯 包括前面美泰拳K1 另外還有三檔 各種賽事他都有去參加 也算是在國內算是先鋒 在中國格鬥界 算是經驗相當豐富的選手 他的速度還有力量 都是他的一個優點 今天可以來看到 來自台灣的好手金剛刀張景雄 要為日本的公平 進行男人組清潔兩級的比賽者組合 是的 金剛刀這位選手呢 他其實在格鬥界最出名的 除了他很飄和很兇漢的技術以外 是他的心智非常的強 當初十字刃在受傷的時候 大家就覺得說 OK 這個選手已經生涯結束了 對 那他跟大家講說 他大概一年之內他會回來 是 所以他不斷地復健 他不斷地讓自己變得更強壯 他本場比賽是 輕量級的賽事 S-Lightwave-5 首先介紹來的方角落 Introduce the first The Blue Corner 身高175公分 體重70公斤 年齡29歲 戰績二勝一半 來自日本 Come from Japan Representing T-Rex Jiu Jitsu Academy 他就是 QK WAKIMOTO 接下來介紹 紅方角落 The Red Corner 身高179公分 體重70公斤 年齡36歲 戰績四勝四敗一核 來自中華台北 Come from Chinese Taipei 代表五勝館 He is the Blade 金剛刀 張景雄 雙上排派 鄭宇哲 Referee Kim And my mother But I think he meant his mother 這場比賽鞋本公平 來自日本的好手 對上金剛刀 張景雄 2016年的ONE CHAMPIONSHIP賽之後 就是告別 剛剛Terry所講的 告別格洛雷台 的確 真的就是在一年之後 今年2018年 回到格洛雷台上變成 在一開始的重心 有點超前 那個情況之下 稍微不穩 變成了一個謹慎 連續接觸 哇 張景雄特別小心喔 喔 因為對方的戰略 其實就是 帶到地板上去 是 柔術喔 這個相當出色的選手 對 希望能夠帶到地板 是 那對於張景雄來說 他是希望對方能 和他站著打 所以他一開始 那個衝刺過來的 一個速度就很快了 因為他知道說 如果假設 今天沒有把張景雄 帶到地板上面 他會很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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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到 在這邊 有點被 整個把重心 放在身上的感覺 對 那因為我們知道說 日本選手 他是以前 角力和柔術的背景 沒錯 所以 要特別小心 他的壓力 還有他在地板上的 控制 還有降伏器 對 看張景雄可不可以站起來 跟他打 是他的 優勢 那現在場邊的教練也特別提到說 就是 利用鐵網 讓自己身體起來 然後現在張景雄要小心他自己的脖子 因為現在日本選手的左手 是 OK 剛剛是圈著他的脖子 那我們從這個角度看下來 很有可能會有斷透台這個動作 他現在 柔術還有 包括像是斷頭塔 或者是奧法 對 這可能都是先本公平會使用的招數 是 我們靠他搶出來 靠他搶出來 要不要把他站起來 張景雄現在算是比較具於劣勢的情況之下 要想辦法脫離這個位置 對 他這樣他沒有做什麼 是在打你的手臂 他沒事 所以沒看到 張景雄他雖然在劣勢 他那樣防的也非常地好 目前來說 他算是在地板上面 算是打得住差不多 大概八成都 攻擊都被他用手啊 或是用角度啊 都打住了 傷害不大 但是 如果一直處在這個位置 其實對於 裁判的判決來說 是非常不利的 沒錯 前面公平現在左右手的互換 想要來攻擊頭部 是 我們希望說 張景雄能 回到地板 回到戰力的部分 對 另外在腳的部分 邪門公平也不斷的在 讓他能夠站到一個最好有力的上身位級 是 是因為呢 現在 現在 算是 邪門公平他算是 在對方的Half God裡面 所以他希望說 他的右腳能 從 張景雄兩隻腳中間能拔出來 拔出來 因為如果假設今天 邪門公平他能到 張景雄側邊的話呢 他對於 張景雄的威脅會變得很大 哇 要小心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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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景雄 張景雄 這個男人 你看 就算在地板上面非常不好的位置 他能回來 哇 我們希望說 他能在拳腳能打倒日本選手 哇 特別小心喔 沒錯 因為他知道說 他如果 最好位置就是能KO對方 是不斷的在逼近的 是 很公平 哇 特別小心 滿強勢的 不斷的一個逼近 對 對 日本選手 目標就是希望說 能把張景雄能掉地板上面 那張景雄現在也是 把對方推在 推著他臉喔 能去開一個距離 就是希望 對方不要做 take down的動作 小心膝蓋喔 近距離的 海膩 西裝 攻擊 腹部中段 中招 哇 能夠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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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打中喔 張景雄 的確如果真的比拳腳的話 他其實是有優勢的 是 我們其實看到 其實日本選手非常硬喔 不太容易敲倒的感覺 最後剩下10秒不到的時間 要進入第二回合囉 好 這第一回合 張景雄也算是 在一開始的劣勢 最後終於讓他起身成功 試著是在第一回合的比賽 五分鐘過去 休息一分鐘 要來進行第二回合 男人組輕重量級的比賽 來自日本的血管公平 對上金剛刀 張景雄 看到 這邊公平的眼睛 右下 腳這邊也有點黑色了 我們看到在第一回合 其實一度是讓血管 獲得了優勢喔 帶到地板之後 擅長的角力跟柔術 可以來發揮 郭敏看到說 張景雄真的是 非常的Top 就是到了地板上面 他 可以很努力的脫開 然後呢 回到戰力的位置 是 然後我們當然希望說 張景雄在第二回合 能有好的機會 能KO對方 現在要進入到的是第二回合 在一分鐘的休息之後 喔 鞋本 他就是 就是他 就是吃了正多鐵的心 我就是要衝過去 然後把你帶到地板 對 企圖已經是非常明顯了 在第一回合 所以其實我們能說 這種比賽 就像是毛與盾的戰爭喔 到底誰的功力好 誰的 譬如說地板的趙醫生呢 還是拳腳的功夫 來 第二回合 小心喔 哇 又衝過來了 現在 景雄他要特別注意喔 哇 直接帶緊 我們不得不說 雪本的這個策略是非常成功 他根本沒有給金剛 太多施展拳腳的機會 不錯 現在 張景雄他 他 在地板上面他就是 能站起來 然後呢 能保持一個安全的防守 是 要不然其實對他來說 非常不利的 對 蠻不利的 對 小心那個 牧村鎖 現在對方抓到牧村鎖 喔 撞到昂霸馬 喔 一望馬有站腳步 有機會到上面嗎 誰沒有保持一個 逆轉的情況之下 哇 三點生 我們在上位有好的攻擊喔 是 而且可以小心自己的手喔 對方可能會做一些柔樹昂霸的動作 傳一個動作 對 他要特別小心喔 好 在那邊要小心喔 他的右手 現在有點被困住了 所以最好 對張雄來說 最好是整個在對方的尬裡面 不要只有 上半身 的上半端 在對方的尬裡面 是 那現在這個位置呢 對於景雄來說呢 他要小心的是 三角鎖的部分 喔 會進入一個三角鎖 他特別小心喔 對 小心喔 在那邊尬都看 他把尬進去 他把尬進去 好 鞋本根本就不願意離開張雄熊了 就是要把對方控制在地板的部分 好 在那邊尬到 現在這個位置對張雄非常不好 因為整個張雄的下半身側到一邊 對 那對於上面的人來說呢 他有一個很好的攻擊一個角度 是 是 這就是真正的位置 這真的壞的地方 他肩腿也被關掉 鞋本 喔 在這邊 Ceone 腿部也可以清到一些距離 是 他不可能結束了 後來他不夠結束 現在他會出現 趕快把阿姨打到地上 他會失敗 瑾克雄特別小心的尬 他的尬如果被pass的話 他的防禦如果被到側四方 這個位置非常不好 非常不理想 現在整個被坐在上面 北部的尬的位置完全喪失 如果這個位置 假設沒有逃脫的話 有可能 可能會被地板拳敲到暈了 剩下2分20秒鐘的時間 結本連續的軸擊落下來 那現在裁判也喊Five Back 意思就是說警告狼必須要做出反擊 要不然的話可能裁判就會中止比賽來 這個位置是相當不利的 對於張典熊來講 給回頭只有2分鐘 對 那張典熊特別小心 除了拳頭以外 小心手伸太適合被擁抱的動作 軸擊在那邊連續落到側頭部 結本 在那邊張典熊利用上半身的一個力量 想要頂開 其實還是沒有辦法伸多 卻本繼續的攻擊 左右拳不斷的互換落在對方臉部 你看張典熊他還在跑喔 他沒有放棄喔 不過現在裁判開始警告說Five Back 到底要不要打 對 如果呢他能防禦自己的話呢 裁判會給他多一點的時間喔 是 我也看到張典熊一直被對方的軸擊或是拳頭敲 這邊的確是非常劣勢的一個情況之下 只能做防禦喔 如果再不拖拖的話呢 裁判可能就會中止喔 是 後來沒有辦法做出 有效的反擊 就要看看中止的比賽 尋到來自日本的鞋本公平 這樣比賽最後獲得勝利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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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也看到 日本少年打得非常地辛苦喔 對 兩位都是 贊助 的確是 贊助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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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